NBA季后赛开波,东岸的Boston和Brooklyn一定比较受注目 结果两场赛事都要斗到最尾才由Boston险胜 暂时领先场数2比0 而Boston在这两场都有一点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将Brooklyn的Kelvin Durant成功压制 今次我们分析一下Boston是怎样防守KD Kelvin Durant在常规赛的得分数据就是这样 长军29.9分,Field Goal的命中率51.8%,3分命中率38.3% 但这两场分别只有24射9中只有23分和17射4中只有27分 到底为何他的命中率会低得那么紧要呢? 我们现在就看看Boston的几个防守重点吧 Boston先后用过几位球员去对位防守Kelvin Durant 他们分别是Jason Tatum,Jaden Bryant和Grant Williams 他们三个在体型上跟KD是比较接近的 而他们同样对KD都会采取高压迫性的单房 基本上在无球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很强的denial 去倒截全球路线 特别是Grant Williams就会更加完全紧贴着KD 看上去非常像我们熟悉的Boss 1防守战术 另外当KD落到底线或蓝底再走到外线拿球的时候 Boston几位的防守球员都不约而同 是会全力去挡住KD上三分线的路线 KD每一次走上去拿球的时候 都要好像打篮球那样用力向前推 甚至要兜过他对位的球员才能够走上去 如果遇到无球的单挡 逼不得已之下Boston才会换防 另外如果留在蓝底拿球 KD亦都要花一些功夫 要出很多力才能够拿到位拿球 这样在未拿到球之前 其实都已经消耗了KD很多体力了 到KD拿到球之后 对位的球员一律都是保持高强度的防守 他们都是移到最贴身 令KD不能轻易第一步前进或投篮 同时后面的血防也很明显收窄了 我们经常都会见到KD拿到球的时候 对位的防守后面总会有至少一位球员在中间窃防 有时甚至会见到三位球员包在内线准备 Boston试过几次当KD产丹入涉的时候 却防限制了KD的前进空间 而被防守成功偷波 由于真的太难拿到球的关系 KD亦都有尝试由后场主动运球上前 再利用队友的单挡再进攻 但Boston的防守基本上都是放弃单挡的球员 只要KD一过档 却防的球员就已经在前面队好位 而本身队位的球员亦都没有选择换防 而是由单挡那里擠出来 在KD后面跟上来的 我们在片段里面都见到KD在单挡之后 多次会被两个人的包夹 而KD换到很少的起手机会之后 反而开始多了很多pick and roll的进攻 而传播给队友 Boston在这几个防守的设定 的确大大影响了KD的进攻节奏 而KD花了很多体力摆脱防守之下 令他们命中率大幅下降 有时就算KD在单防后成功换防 但Boston有多位防守效率极高的球员 常规赛头20位防守效率值最高的球员 Boston竟然有五位在 所以就算换防之后 KD面对的仍然都是防守能力很强的球员 在未来的Game 3 Boston将会有Robert Williams回归 而他们的防守将会又再提升了 我们又儘管看看Game 3 Brooklyn回到主场之后 教练Steve Nash 会不会有什么方法破解Boston的防守 好了,今次的讲解就到这里 对用就记住战术或分享给队友看看 下次见到其他的精彩战术 我都会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记得分享、赞和订阅SkillLab的YouTube频道 另外记得followSkillLab的Instagram